大家好,我是西彤,欢迎来到科技美学资讯100秒。 昨天爆料网站曝光了一次三星NOT9的真机照片。 从照片上来看,三星NOT9在外观设计上相较于三星NOT8, 最大的变化就是上下边框变得更窄, 重体营造的感觉更加惊艳。 另外,图片中的手机机身没有指纹开口, 那么照这样来看的话,NOT9很有可能采用了评下指纹识别。 不过昨天晚上已经证实,这组所谓的NOT9的真机图, 其实就是从三星SU Plus进行修改而来的。 根据此前的消息,三星正在自演猎户座9820处理器, 除了在性能上进行升级外,精神引擎单元也会有更好的提升。 同时猎户座9820由往成为三星首款, 这是5G的移动芯片, 据7nm制程工艺与高通骁龙85在制造工艺上一致。 甚至近日有传出消息称, 三星NOT9或首发这颗处理器。 其他方面,三星NOT9很有可能会采用评下指纹技术, 并且今年会提前在7月份发布。 其他方面,近日一款型号为SMG8750的三星星机, 显身Jigbench跑分网站,其单核跑分为1619分, 多核跑分为5955。 外界猜测该机是三星Galaxy S9 mini, 它搭载的高通骁龙660处理器, 配备4只内存,运行安卓8.0系统。 另外从其配置来看, 三星Galaxy S9 mini是一款定位中段的新机, 其价格自然要比三星S9系列便宜不少。 下面是大家测的内容, 超响防抖稳如狗。 全景运动相机Insta360万, 是新一代短视频拍摄利器, 目前已入主苹果全球直营店。 不按全景相机可轻松拍摄子弹时间慢动作视频, 仿佛时间静止, 装插指数满分, 连接自拍杆拍摄, 画面中的自拍杆还能自动运行, 画面简洁完美凸显主角, 除此之外, 万全景相机推出行业领先的FlowState超级防抖功能, 不管你旋转跳跃还是后空翻, 拍出的视频一样平稳流畅, 并且轻轻松松就能编辑成片。 万可直接插入手机, 将视频导入APP中编辑, 配套APP支持智能追踪, 移动延时摄影, 一分钟就能在手机上剪出流畅大片, 立即分享到朋友圈。 更快更新鲜的科技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 我们会持续为你奉赏。